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完全有毛病 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 蔡英文总统 她的心来威到底是什么 而蔡总统在过去 刚刚过去的228 她在脸书剖文 她是挑起仇恨吗 对于在大西 所发生的剖红期事件 总统讲公 她的棺木 我其实都已经不认讲了 事情发生到现在 整个台湾的社会 又怎么看这个事情 而大陆适时的 就在228 推出了会台31个条款 这代表什么意义 这给台湾人多大的冲击 而台湾 究竟拿到这31条款 未来在大陆 可以有怎么样的 没有天花板的限制的发展 无可限量的发展吗 而我们台湾人 站在此时此刻 我们该往哪里去 是要往民进党的方向去 还是往已经修改宪法以后 不受连任限制的习近平 他所指的方向去 台湾人应该怎么办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会助理郑赵新 大家好 我们来听听看 蔡总统他怎么说 台湾对于两岸关系 维持现状的立场不会改变 但我也要提醒 现状的维系 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 维持现状 需要整个区域 所有的国家 共同来努力 好 维持现状 是他竞选时候的承诺 而当时的现状 是两岸关系 有九二共识的现状 现在他把现状 变成是一个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现状 但他说他没有改变 然后重点是说 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 然后是整个区域 所有国家共同来努力 所以很简单讲 他把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把两岸关系 两岸是一个国家这个概念 分裂国家的这个概念 他变成是区域问题 把两岸关系国际化 这是他一直以来 所立场不变的事情 然后他继续说 台湾对美日欧盟 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持续提升 然后去年美国在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 宣示跟台湾维持 强劲关系 所以他特别强调 台美有共同价值 这个共同价值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美式民主的价值 以及共同抗争大陆的价值 还有他其实就把台湾 变成是印度太平洋 印太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他口口声台湾 台湾台湾 他还说台湾是怎么样的 自由民主国家 所以台湾独立建国了吗 违汉 蔡总统说法等于是讲说 你要维持现状 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 那他觉得我已经尽责任了 可是大陆方面 他不愿意跟我配合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维持现状 对不起 那你要先为你 之前选举的时候 你所提出的维持现状承诺 先道歉 谁都知道两个人 男女要维持感情 不是单一的责任 两个公司要维持贸易 不是单一的责任 这个公司跟另外一个公司 签合约做生意 结果换了一个总经理之后 他把之前签的合约全部不算了 然后说你要继续卖货给我 还要用到利润 对方说不是 你已经跟我之前签的约 你都不承认 我现在不能再跟你做生意了 好说对不起 你破坏维持现状 有这样的事吗 所以今天蔡总统 他要推翻过去 马前总统这八年的九二共识 那是他的政治选择 可是你必须告诉民众 当我不这么做的时候 大陆也许 他就不会再继续 跟台湾的农渔民做生意 他就不会继续的 有那么多的路客来 他就可能会在国际上 跟我们越来越紧缩 你没有告诉台湾民众 你骗票 而且你还骗大家 我一直希望 然后现在 把这个责任来推回去 说这不是单一的责任 你看我从我2016年520上来 我当总统之后 我都一直吃出生意 我每次讲的都是漂亮话 都很和缓 对岸都不同意 所以是中国大陆的问题 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 我觉得我很尽责了 把错都推给了对岸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要倒回来看 是谁先破坏过去的契约 M503在谈的时候 是谁先破坏了两岸的和谈 或者是商谈的基础跟默契 就第一点 第二个我讲说 推责任之后他在拉帮手 他在暗示美国跟日本 我现在是岌岌可危 你要来帮我 老大你要来帮我 现在维持现状 维持现在两岸的 没有开战的一个现状 必须要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 请美国要来帮忙 可能卖武器 可是我相信 这个讲完之后 美国如果愿意卖武器 他又说是他的攻击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台湾花钱 在卖给美国的军火商 让他们赚了钱以后 再让台湾人 逼向可能战争的危险境地 这对台湾真的是好的吗 日本的阿伯先生首相 在这次花莲地震的时候 也给我们打气鼓励 我觉得都有肯定 可是后续何时是不是要卖掉台湾 后续日本跟台湾的贸易 是不是有所谓的 这个更进一步的合作 是不是可以同意 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条件交换 这都要再看 所以我说 蔡英文的这个讲法很简单 就是在推责任 拉帮手 把两岸现在没有办法 做到他之前承诺的 维持现状的这个骗局 推给说是大陆的错 然后再希望美国 日本 能够来尽量再帮他的忙 因为事实上他现在这一个状况 台湾民众已经越看越清楚 他年底的选举也岌岌可危了 台湾现在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呢 内忧外患 那个内忧是 其实不是经济 我看到的事情是 台湾内部长久以来 我们所坚守的一些价值 最起码的是非跟人性 是不是在土崩瓦解 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 而这场春节的联欢会里面 看到主桌满满都是独派大佬 这外交部为什么是 招待驻台使节的主桌都是独派大佬 吴李培 姑宽敏 姚家文 吴荣毅 前外交部长陈唐山 然后这些 吴钊燮刚刚 这是他以外交部长之姿 第一次出席公开的场合 然后他在里面讲说 好像他要废掉开罗宣言 他可以做时光机 回到过去 把他们独派所痛恨的 开罗宣言给废掉 因为开罗宣言确立了 台湾要交还给中国 也就是当时中华民国 这事可忍 孰不可忍 究竟蔡政府在做什么 因为吴钊燮不是普通人 他是外交部长 所以永平 我们要怎么看这样一场 春节联欢晚会 两岸关系变成是区域关系 台湾是国民吗 这个晚会就是独派的 胜利庆祝大会 经过228大胜利吗 因为对于独派来讲 当时吴钊燮大家都说 他先做了秘书长的高官 他降职来做外交部长 可是事实上原本他们就是 不满意他原来的角色的 对不对 那个吴李培不是之前话都讲得 再明白也不过了吗 就是一定要独派 去做外交部长 因为他们认为说 由一个台独人士出任 才能够在外交的产域上 把他的台独的理念打出来 所以对于一个 我之前在讲 就是说为什么这次蔡英文 她的内阁改组 问题很大 最大的其实就是吴钊燮 因为很简单 你在外交的场合 偏偏外交的这个场合 在整个世界主流国家 都奉行一中原则的情况下 你外交的战场 是最弱势的一个战场 而中国大陆 在外交的这个问题上面 又是最有力量 包含他现在的经济实力 跟他长久的外交力量 我们最有可能在外交上 遇到各式各样的 不仅是败政羞辱的情况下 结果你最不治的 就是说在一个 你本来就很弱的地方 你去做一个很强烈的宣誓 今天蔡英文 为了2018年的选举 她要巩固台独派 因为这些台独的大佬 不断的威胁他 就是你如果不就范的话 他们有可能要 2020要把蔡英文拉下来 换别的人上去 或者是又有陈水扁 这样的一边一国的人士 一直拿特赦案在这边闹 然后就一直用说 他要令祖新党来进行威胁 所以蔡英文这次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人包含我旁边的 伟汉的精辟分析 都说这是蔡英文意志的贯彻 可是他所谓意志贯彻 我的看法就是他对于 这个独派就彻底的投降了 当然也很多人会说 蔡英文他本来就是独派 但是蔡英文过去的独派 他毕竟还比较隐晦 他并不是一个很张扬的台独 可是这一次的 刚才志贤你节目中讲的 这个外交部无礼赔的侄子 吴钊燮大台独能够做到外交部找的位子的 这样的一种摆出的宣誓也好 庆祝场合也好 你全面做的清一色的是台独的大佬 然后你又在这个时候直接的宣誓 但是刚才讲的连历史连国际史承认的 一个国际公认的文件开罗宣言的内容 都要挑战的时刻 我只能说蔡英文不但对独派投降 他投降的还真彻底 我补充一下 这个春节的外交使节团的 这个行政晚会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记得几年前 义美的董事长 他还特别写说是调期的国宴 因为我是当时总统府联会会长 我对外交也非常熟悉 我就特别把那个情况还原一下 那时候大家还觉得说 我是不是跟他针锋相对 我先讲两个点 第一个 今年只开了27桌 往年都是开到40几桌 这什么意思 来得少了 来的人太少了 第二个就是 我们现在帮交部虽然往下掉 还有20个 主桌大概有20个位子 可是你看刚刚之前你再讲 都是这些总统府的资政 然后都是独派大佬 吴李培 孤宽敏 姚家文 吴荣毅 陈唐山 对不对 重点是我们其实有20个邦交国 这些大使是不是根本没有来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独派 独派大佬上桌你要观察 但是我们的邦交国的大使 正式代表没有来 可能来了个副代表等等的 这才是要观察的重点 这个外交使节 你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他在整个 两岸对抗过程当中 我们的邦交国已经渐渐的 被他给赶走了 这才是要注意到的 过去这个外交使节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 马英九都会带周美金去 兵主静欢 希望我们的这些邦交国 都能够跟中华民国维持 更好的关系 可是现在看起来 他已经不在乎这一点 既没有外交的大使来 不踊跃 二来就是整个变成是个 独派的一个庆祝大会 你看吴昭燮终于当上外交部部长了 之后我们要开始 非要开刘宣言 我们用台湾民意加入联合国 要开始开干 我补充这一点 蔡英文他在这个场合里面又提到 又提到什么印太战略 又提到日本主导的那个TPP 不好意思 这两个都是美国跟日本 当场曾经打脸过台湾说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没有考虑要让你加入 所以现在是不是蔡英文 其实在国际上 遇到很大的挫折 然后现在就是炒糖给 美国跟日本吃 那实际上他们才是 真正一中原则 在国际上最忠实的捍卫者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一句话 他说维持现状需要 整个区域所有国家 共同努力 这什么意思 两岸关系是 这个整个东亚 印太所有十几个国家 要共同努力的吗 没错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就是要把其他人拉进来 怎么样 试图把这种两岸关系国际化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很知道 刚刚这个伟翰哥讲 用这个契约关系来讲 如果用契约关系来讲 你先改变契约 再去怪对方 这个叫什么 叫奸商 但是如果用这种婚姻关系 或是感情关系 那更好笑 那么台湾的行为像什么 像渣男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跟你结婚了 然后我突然就变心去劈腿 劈腿之后 那太太一定很生气 要跟你打官司 她就说 哎呀 这个婚姻关系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你这样打我官司伤我的心 伤害我南方的心 那这样的话你也有责任 先变心的是你 先劈腿的是你 先改变现状的 分明就是你 然后你现在还说 我要维持现状 我要维持这段婚姻 拜托你不要跟我打官司 请问这不是渣男 什么是渣男 这不是奸商 什么是奸杀 这就是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政府 她可以这样想这样做 那对岸呢 对岸 她所立下的目标 她的行动 她的方针 会受蔡英文影响吗 不会 习近平 他任内要完成 两岸统一吗 大陆要进行修宪 他不再有任期的限制 然后大陆现在在学界 跟民间都有 非常大的呼声 要制定国家统一法 我们来看看 我们台湾在1992年的时候 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在大陆在2005年的时候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 但是它里面并没有很严格的 对于违反这个法律的性质 什么叫做分裂国家 你分裂国家以后 法则是什么都不明确 所以大陆的学界 对于这个法律 现在有很多的检讨跟讨论 2017年大陆有 反间谍法的细则 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 把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 明文列为间谍以外的 其他危害国家的安全行为 好 进行到了2018年以后 开始讨论国家统一法 然后也开始 这个是针对两岸统一的 另外一个 针对台湾人 在没有统一之前 你可不可以 现在就把台湾人当成同胞 而不是把台湾人当成外人 现在国台办 整个大陆出台了很多很多 一样一样 甚至中央跟各省市都陆续出台了 对台湾的同等待遇 也就是国民待遇的措施 从平等平权的角度 提供法律面的把台湾人 视同为大陆人的 所有的福利跟措施 包括从很早就开始了 台胞证跟身份证号码 是完全不同的 台胞证的号码 以前每次你换一本台胞证 台胞证的号码就会改 然后台胞证的号码数 跟大陆身份证的号码数 也不一样 所以你用台胞证的号码 没有办法去大陆买高铁 或做很多其他的用途 将来一切都会可以 3月5日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会不会在里面确认这些事情呢 我们要不要好好观察 董哥 蔡英文政府做这些事情 然后大陆做那些事情 你怎么看 其实大陆现在的方式已经很明显了 他是要用国际社会来孤立台湾 那他现在所用的人都是 就是都有很丰富的国际社会经验 包括刘洁瑜是驻联合国的代表 杨洁篪驻美 王毅驻日本 就是说他是用这样的逻辑 那现在用这样的逻辑 蔡英文就紧张了 那台湾的老百姓 或者是国际社会 听到习近平讲两岸一家亲 认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换句话说 他好像是在空气当中 可是今天不一样 换句话说 他的会台措施 让台湾老百姓真正感受到 两岸一家亲是一个有温度的 是一个实际存在的 那他要维持现状 他才会以无伦制说 我们要结合7亿什么什么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纳入 美国或日本的印太这条 航线上面跟着大家一起走 这些都已经是 如梦幻泡影了 就大家都知道了 那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讲呢 为什么 因为讲给独派听 我们会走这个方向 讲给看有没有外国的代表 驻华的代表然后讲给他听 可是来的人很少 刚刚伟翰讲的只有20几周 那过去高志明参加马行酒活动 他还在脸书献要说 我一个人坐一周 哪有他跟他同座人到处去敬酒 因为没有人在周上 大家都会敬酒 高志明就说 你看我一个人坐一周 这是落区的落差的国宴 其实那也不是事实 那时候伟翰他们都在场 但是你今天看到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 这场合当然简单讲 喝春酒 喝春酒 然后把独派大佬 你看我们现在慢慢成功了 那我跟你们独派交心 陈世翁当监委的 电视台有三台是台独台 对不对 不只 对 当然不只 只有三台吗 是 然后这些 还有你们最终意的 你们认为的那些老男人 我把他干掉了 现在吴钊燮回来了 对不对 那吴钊燮回来以后 那大家就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 这是他整个的态度 可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讲 他其实是看到蔡英文的不安 他希望把周遭这些七亿的国家 大家共同来跟台湾站在一块 可是我们在亚洲已经没什么邦交国了 对不对 虽然吴钊燮过去说我们跟新加坡断交 其实表示他的外交常志不足 我们跟新加坡从来没有建交过 然后他还这样侃侃而谈 所以表示他的外交不怎么样 但是现在蔡英文的 他的做法很简单就是 他要很用力的去抱美国大腿 吴钊燮当过民进党驻美的代表 当过扁政府的驻美代表 那这个角色 当然我们现在驻美国的代表是 他是没法升任这个职务的 这个驻美国代表叫高寿泰 可能很多人都不讲这个名字 他过年的时候他说 哎呀气炎是鸡炎 鸡飞狗跳的一言 我们也做得有行有款 那今年会是狗跳的一言 他说我们气炎是鸡飞 今年是狗跳 我们今年是狗跳一言 我们会做得有条有理 我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这样的一个人当驻美代表 然后你要怎么去跟美国打交道 美国要跟你打交道很简单 美租箱给我进来 其他都不用讲 你能不能进到美国的所有各种 条约或者组织那些东西 你先让我美租进来 这是他的条件 所以你今天看到蔡英文的不安 其实各国都在等机会 准备对台湾做一些扑杀 或者把很多东西 掠夺 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争取 每个人都很惊 大家都是出来混 都知道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不对蔡政府下手 要什么时候对蔡政府下手 而大陆在这个时候 他所做的很多事情 包括对于国家统一的讨论 以及2月28日 他出台了一个31条款的会台策略 包括台湾企业 台湾人在大陆发展的很多捆绑 过去对台湾人很多限制 比如说一个连续剧里面 规定你台湾人主要的角色 只能有两个 你有第三个再厉害了 这个角色明明 这个女演员就 这个角色要给台湾的女演员 也才会最棒 不行 他已经算第三个就不行 以后没有了 以后台湾人在大陆发展打拼 没有天花板 你有多棒 整个的14亿人的舞台都是你的 不包括不只是在大陆的 你台湾人台湾企业 你在台湾的征兆 你将来到大陆去也不用重考 你只要加考大陆的法律 尤其是金融征兆 然后台湾的银行 可以参与大陆的连带 所有这些东西 王峰大哥这什么意思 习近平过去一直在讲 两岸一家亲 台湾的老百姓或者是国际社会 听到习近平讲两岸一家亲 认为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换句话说 他好像是在空气当中 可是今天不一样了 换句话说 他的会台措施 他的所有的 等于就是让台湾的老百姓 让台湾老百姓真正感受到 两岸一家亲是一个有温度的 是一个实际存在的 换句话说 如果这样的一个会台措施 他整个落实之后 台湾人到大陆去 就等于是大陆的国民 换句话说 他也享有大陆国民 应尽的权利跟义务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刚刚在谈 蔡英文在外交场合的谈话 我认为我看到的是蔡英文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非常紧张呢 因为大陆在228的这一天 推出这个会台的措施 这意味着什么呢 实质的统一 精神的统一 换句话说 套一句蔡英文他的那一本书 他的书名 就是说两岸的统一 事实上只差最后一里路 这个最后一里路 相当于民国17年 1928年 东北意志 有没有 当时蒋介石 这个北伐成功之后 东北本来是不挂青天白日旗的 可是后来因为张学良 他觉得中国人就是要统一 所以改挂青天白日旗 那台湾跟大陆差最后一里路 就是实质的统一 主权的统一 那我觉得蔡英文非常紧张 刚刚这个有这个同业 讲就是说 他把这个 他说 这个两岸关系维持现状 不是单一国家责任 是整个区域的这个责任 那我认为蔡英文是非常紧张的 对于大陆的31条会台策略 陆委会的回答 很简单 说你用利益换认同 民进党是用资源换选票 是习惯了吗 所以就直接这样讲 他还讲说 他注意到大对岸再次单方面 公布涉及台湾的各种各样的措施 要不然勒 然后他说 大陆对台的政策主张没有改变 那你不是说他用利益换认同 你为什么又说他没有改变 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是我们看今天是元宵节 元宵节到今天过完 整个过年算是过完了 我们来看中国人的幸福就是过年有红包 我们来比比看 用过年的红包来看看 我们大家的行情怎么样 敏浙金是前三名 敏浙金是前三名 敏福建 浙江跟北京 福建的红包是平均是3500块人民币 浙江是3100块人民币 北京可能多半的钱都拿去买房子 北京房价太贵了 2900块人民币 我们来看看台湾在哪里 这个压岁钱的地图里面 台湾的行情平均有的人高有的人低 你觉得你是多少钱 台湾的平均行情是3000块 3000块红包 如果放在这里的话 这也是3000啊 这3500啊 可是这是人民币 从这里你会看到说怎么办 因为你这个红包的行情 这跟你的经济实力是息息相关的 而我们刚刚看到永平 那个31条款里面 对于台湾的很多文创 很多演艺人员的 过去的捆绑完全放开了 然后你从这个压岁钱的行情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然后你从那个31条款的放松 你又看到什么 过去啊 在国民党还在执政的时候 很多人批评国民党 说两岸的红利都被 这个和平红利都被少数人把持 意思是说只有那些财团 跟国民党交好的大有钱人 他们一直到大陆 做很多生意赚很多好处 可是一般的民众 小来百姓都没有后悔 事实上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有相当一部分这种说法 国民党帮谁背了黑锅 帮中国大陆对岸背了黑锅 为什么对于很多一般的民众 他感受不到能够分享 大陆崛起的各种机会 那就是这次31条解决的问题 以前没有解决 以前大陆虽然整天说 什么两岸一家人 什么血缘很轻 不分你我彼此 可是事实上他的法规制度 完全不是如此 在之前讲的这31条 没有宣布没有开放之前 你作为一个台湾人到大陆去 不管你去工作经商就学 做任何事情 你就处处感觉你是一个万人 连银行开户都是 你是不是叫外国人 你不知道 但是你肯定是一个外人 就像你不要讲银行开户了 你甚至这一次 搭个高铁都觉得自己是外人 这一次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你在大陆赚的钱 你还弄不回台湾 对不对 就是说他为什么这次 一定要对金融业 这真的很暖心 这所有的每个条款 其实很多31条里面 我相信对很多有两岸经验的人 他一定会很关注几条 其中一个关于金融业 能够去参与大陆银行 进行小额放款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要讲的所谓小额贷款的事情 这就说明说为什么 当时大家拼命在骂国民党说 为什么两岸交好 结果享受到了都是大企业家 因为中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台上 根本一毛钱都带不到钱款嘛 就有很多大陆涉台的这些官员在想 是不是真的所谓的两岸 所谓的红利 没有分享到全台湾2300多万人身上 现在所讲的这31项 包含了 台胞镇要改成18码 都要让你在实质上 跟心理层面都感觉 就是你讲的 两岸一家庭已经不是 但要做到你有感受 大陆的银行体系 本来对于中小企业 就非常非常的不利 后来是因为互联网金融起来 可是互联网金融起来 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也不过这两三年 它才变得很活跃 所以这些部分 才一部分的解决了 大陆自己内部的 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 可是你解决了大陆的企业 你台商的企业 大陆不是整天叫你什么 台湾小青年 你来我这边创业吗 你创业的没有用 他没有地方融资 然后古茂又把台湾的银行 到大陆去的这条路堵掉了 你讲的没错 因为太阳花堵掉了 本来在2014年 两岸当时都打一个 很如意的算盘是说 其实那时候谈的最成熟的 就是银行业 本来大家 是2013年 对 就2013年 2014年太阳花之前 当时本来都是说 可以不用绑在福茂 银行业就先走 可是那个时候 因为大家也没有料到说 整个福茂会被弄垮 所以想说银行业的开放 两边的交易 如果能在那时候一次解决 也是美式一桩 结果那件事情不解决了 拖了这两三年来讲 金融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对于台湾小微企业 要去大陆去分享广大的市场 特别你刚才讲到的文创 其实它有很大的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 这次的31条 在2月28号 台湾内部还在搞分裂 还在搞仇恨 甚至有年轻人跑去对 这个蒋公的临请喷漆 让大家心里这么痛苦的时刻 中国大陆丢出了31项 31项真正解决 台湾两岸一家亲的措施 我实在不得不觉得 相互关照起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讽刺 而31条是 让台湾人可以 没有限制的在大陆 台湾企业可以用 特许经营的方式参与 甚至参与能源 交通 水利 环保 市政 公用 工程等基础建设 然后台湾的银行 很多的 过去不能做的事情 现在都可以做 可以参与大陆的银行 参与连带案 台湾的人在大陆的发展 很多捆绑也没有了 这什么意思 几年前在两岸福帽跟福帽 被台湾花给挡了以后 就有很多大陆涉台的 这些官员们在想 是不是真的所谓的 两岸所谓红利 没有分享到 全台湾2300多万人身上 现在所讲的这31项 包含了台胞镇 要改成18码 都要让你在实质上 跟心理层面都感觉 就是一家人 两岸一家亲 已经不是一个口号 他要做到你有感受 刚刚之前姐讲了 这么多31项 简单讲 你要去那边教书 你要去那边读书 你当医师 你是特殊的专业人才 你都可以去 你去了以后 你所赚到的钱 金融方面帮你解决 然后你在所有的 这个所谓准国民待遇 你所有的日常生活 都可以跟大陆民众 感受到一样的权利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要让台湾 放心的到大陆去发展 而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 台湾去大陆发展的例子 不管是开工厂 做生意 演艺圈也特别 过去这几年 台湾已经没有戏剧了 只有乡土剧 真的老底子 演技很好的任演员 没有舞台 大家知道几年前 甄嬛传 大家看到李天柱 原来演得这么好 张军定是演 军事联盟里面的 对 就是司马懿的 这个如副人 每个剧都有 如凡不及被宰 现在可以看得到 可是每个剧都有限额 对 你也都是因为这样 这些演艺人员 他们在大陆找到了舞台 所以这也是台湾自己的萎缩 然后福报 荒报 挡下来之后 没有市场 你把他们逼得去 一生毫无疑没办法 现在不止去 还不用担心抢破头 所以他整个会让你有一个 其实不要说 开放这31项之前 这一两年 已经有很多台湾的高中生 特别是在2016年5月20号 蔡英文当总统之后 很奇怪 反正下来之后 大家想说 我觉得台湾没有竞争力 我觉得台湾连学校 都比不上大陆 台大现在已经到了 全世界198名 因为台航是200名 话要跌出去了 对 你那个台大 很快跌出200 把管成功就跌出200名 教育部 教育部把台大的 补助经费再砍 说国家没有钱 然后不让台大校长就任 所以台大校长不能出去募款 不能面对 马上面对的财务危机 这就是台湾 所以你看台湾的这些问题 由明杰讲的 然后台大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子 台大曾经有过98名 在100名以内 那个时候大陆的所有包含 北大清华都还在台大后面 现在已经大陆有7所大学 在台大前面了 教学是这样 环境是这样 包红包也是这样 所以你说现在 前两天这个31项公布以后 自由时报就马上想 又来统战 他就把它当成统战 但事实上它是一种 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生活 这个生活台湾跟大陆的地理关系 又这么近 还有我们的血缘 跟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的 彼此的包容 很快的大量吸进的情况就会发生 大陆在5G我们都用手机 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智慧型手机用的系统是4G 所以它速度很快 那5G 大陆在5G上面抢先全世界 明年就要开始推进了 5G是什么概念呢 5G你下载一部 8GB的高画质电影 你过去用3G你要70分钟 你用4G现在要7分钟 用5G只要6秒钟 从70分钟到7分钟到6秒钟 这是5G 而现在全世界跑得最快的是中国大陆 2月12日 中国移动的合作业者美商 他双方计划在2019年 抢先在大陆推进5G商业网路 12月6日 中国电信在去年12月6日的时候 已经在雄安新区 深圳上海苏州成都兰州等 6个地区已经开通了5G 1月11日 中国联通已经在上海跟深圳 完成5G试点的初步建设 还联合华为中心 Nokia等业者完成的测试 然后1月30日 大陆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才说 大陆研发5G 迈入商转 正在进入倒数计时 你前面看到的这三个东西 其实都是在准备 2018年是5G标准确定 然后商用产品研发 最关键的一年 现在大陆它4G的网路用户 到2017年底 电信三雄 不是台湾的 是大陆的电信三雄 4G用户数达到 10亿.600万人 10亿人 你想想10亿人 这10亿人用4G 这10亿人促成了大陆 任何跟网路相关的行业 它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 可能是其他国家 几十个国家的人口 用同样的一个标准 用同一个语言 同一种生活习惯 所以它可以形成 庞大的影响力 2月8日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华为他表示要 赤资50亿人民币 投入5G技术的研发 所以这是大陆5G 要这样发展 董哥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了 中国大陆不管是 它这一方面的科技 或者高铁 或者在海上造桥 它每一方面都是 很惊人的在发展 但是全世界很多人关注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国防 是不是有并吞 跟世界并吞的野心 其实都看错了 因为习近平的用意 迈向小康之后 要迈向金户 那金户里面的生活里面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5G 是一个 我们过去在节目上 讨论过很多次的高铁 或者他一些生活的支付宝之类的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他里面的一部分 但是你今天看到 他的雄心 其实已经 已经不是外界想象的 因为你现在国际上 大家也在讨论说 他是不是习皇帝 他是不是要 国家主席要言认 都在讲那些53了 那显然不是他的企图 他的企图是让整个中国富起来 那富起来就是 用这些东西来做一个相关的连结 所以我们过去在嘲笑的中国 跟现在不一样 我们正在抢卫生纸 人家三年前五年前 中国的大妈就在抢黄金了 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好笑 他抢的毕竟是黄金 我们抢的是卫生纸 还有人说 不要怪 这是因为国际纸浆涨价 那我就觉得奇怪 全世界为什么只有台湾在抢卫生纸 这是我们政府部门对外讲的 那讲了就非常可笑 现在美国好几家 大的那个职场 卖卫生纸的职场 正在大降价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为了竞争 展现很简单几个字 中国人站起来 中国人有自信 所以有自信 他希望把这个自信 分享给台湾的同胞 所以陆委会他讲的什么 他不是讲说 用利益换认同 错 他是因为对你有认同 才愿意分享利益给你 那相比说 民进党政府是什么 是用认同换政权 这民进党政府才是把认同当工具 所有的东西我们一摊到国际 马上就被人家比下来了 但是你今天看到他的5G 表示他的雄心 今天全世界做电信的这一类的 都在中国大陆有投资 然后他的科技 日新月异已经到了我们毁一所思 可是我们就是关起门来 每天诋毁他 觉得他好像很差很怎么样 那自爽而已 加星 其实我上个礼拜 我看到大陆的西部 只是可以说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有一个发表会 也是其中的一家电商 他在做的发表会 他的发表会是什么 就是在讲 他的全程转播内容不重要 但他全程转播 特别就是用5G技术 结果全程画质之清晰之流畅 然后相对于 他原来那么一个天真烂漫 没有被污染的小村庄 你就可以发现到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 已经不只是沿海我们所看到的 人家说的是表面 他已经深入到整个普遍化 在整个中国大陆国土上面的发展上面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 他掌握这个10亿人的这种巨大的规格 这很重要 不只是他的经济发展 他有将近14亿人口 只是光是4G就10亿人 没错 所以当他随时掌握 有先端科技的这种规格的时候 这就表示说 我今天再往前跳一级的时候 随时有10亿人 他会跟着这个规格走 而你台湾作为一个 跟世界科技要追求这么密切的国家 有10亿人会因为这个规格 所带来不同的商经历 却完全没有办法掌握 这个就是台湾一个非常强大的危机 可是从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所以我刚刚听到我们讲说 那个红包 发红包 那个红包地图 因为我现在有个4岁的小朋友 我以前都领红包 我现在发红包 所以我现在非常能够体认 发红包那个地图 那个价钱代表什么 其实他有计算过 大概就是你月薪的一层到两层 那我们刚刚看你这个地图里面 如果福建 我们刚刚讲说 是3500块还是多少钱 那我刚刚计算了一下 那么福建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的这个月薪加起来是什么 有的甚至高达150万 而且这不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我美国留学回来的同学 他们住在福建 甚至广州的 所谓的中阶主管 不论是国企或者是外商 重点是他们本地的企业 那个月薪就差不多 就是台币的150万 所以要这样的一个利益 为什么它展现的是什么 展现很简单 几个字 中国人站起来 中国人有自信 所以有自信 他因为希望把这个自信 分享给台湾的同胞 所以陆委会他讲的什么 他不是讲说用利益换认同 错 他是因为对你有认同 才愿意分享利益给你 那相比说民进党政府是什么 是用认同换政权 这民进党政府才是把认同当工具 他好像讲说台湾价值 台湾认同 可是他做的是什么 就像智杰姐你讲的 二八在那边泼漆 都是一些撕裂的动作 年轻改革也是撕裂族群的动作 他并不是真正想要团结 台湾共同生活的一群人 反过来说你在那边骂说 专制的中国大陆 但却在做一些团结大家感情的事情 那这样的民进党政府不会汗颜吗 5G是未来必将发生的事情 那会把整个网络的科技跟应用 完全推升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下载一部电影 从70分钟变成7分钟 而未来5G是6秒钟 你想想看有多少科技 多少未来会发生 再回到这个压岁钱地图 我们台湾是3000台币 山东是800块人民币是多少 4000台币 也超过台湾 山东 然后山西300块 宁夏500块 500块 2500块 宁夏也快要接近台湾了 然后湖北400块 天津1000元 这些就是非常残忍的事实 天津是5000块台币 也超越台湾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逻辑 逻辑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说 先足食后足兵 就是要先把老百姓富足起来 再强大军队 可是大陆它是两步到位 就是足食跟足兵一起来 让老百姓富足起来 同时它也让军事强大起来 那其实刚刚就是一个概念 雨露均瞻的一个概念 这个雨露均瞻 比如说 我们台湾每年到大陆去 有多少人呢 现在大陆的一个统计数字 就是说两岸往来 就以去年为例 大概是1174万人次 那实际上呢 将近有三分之二的台湾人 没有去过大陆的 一次都没去过大陆 经常去大陆 或者去一次以上 去过大陆的 大概全台湾有750万人 那换句话说 在大陆会台措施 还没有提出来之前 获利的是谁 台商还有精英阶级 就是台商台干台劳 这些属于精英阶级 它获利了 但是呢还有1600万台湾老百姓 他没有获利 那可是呢 大陆把这个会台措施 提出来之后 接下来就重头戏来了 当1600万 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的老百姓 只要去一次 尝到甜头 它就会一直 一来一往 另外一个5G 其实也是一个 雨露均瞻的概念 台湾真的是比不了大陆 台湾这个雨露均瞻 是让谁呢 让执政者的支持者雨露均瞻嘛 没有让台湾老百姓雨露均瞻嘛 所以才会有洛阳纸柜 才会有这个卫生纸之乱的这种状况发生嘛 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什么地方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10亿人在使用网络 可是这个10亿人现在是使用4G 等到5G成熟的时候 大家都5G的时候 是10亿人一次都5G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有的人还在3G 有的人我看阿公阿嬷 有的人还在用传统手机 那5G什么时候遥遥无奇 所以说台湾如果要跟大陆来打拼的话 我要跟大陆来比较的话 我认为雨露均瞻 台湾真的是比不了大陆 台湾这个雨露均瞻是让谁呢 让执政者的支持者雨露均瞻嘛 没有让台湾老百姓雨露均瞻嘛 所以才会有洛阳纸柜 才会有这个卫生纸之乱的这种状况发生嘛 我们在谈大陆在花红包 台湾在泼红气啊 是不是 两天前我们在讲228 那时候讲228事件以后 5个月郭敏郎就在台湾办选举 民国36年7月 结果今年1月蔡英文说水利会长 用官派不要选举 你看都红次啊 我们在讲人家在抢黄金 你在抢卫生纸 所有东西一对照起来的话 其实什么 叫做高下立判 什么叫你的未来前景 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那台湾现在你要走到怎么样子 其实我们的政府活泼 最近有个新闻大家都没发现